兄弟们 这种新奇的养鸡方式 你见过吗? 我们平常吃的鸡肉和鸡蛋 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规模化的养鸡场 那些鸡 整天生活在压抑的环境里 一生都被囚禁在鸡笼里 没有走出一米的距离 它们就像工业产品一样 按照工业流程被生产出来 送到人们的餐桌上 通过这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鸡肉和鸡蛋 是没有灵魂的 像欧美这种新奇的养鸡方式 采用的是移动大棚养鸡技术 在当地很流行 大致的养鸡流程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100多平米的移动养鸡大棚 需要用拖拉鸡拉到空旷的草地上 而且还能养几百只鸡 在这里鸡儿们能获得自由 这个大棚设计得非常好 里面空间布局不错 既能为鸡儿们遮风挡雨 还能提供喝水、休息、下淡的地方 而户外草坪则是鸡儿们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草地上寻找食物吃 这样养出来的鸡和散养鸡没啥区别 品质可佳 不过这种移动大棚换地方的时候 需要拖拉机拉着跑 这有点不方便 所以又有了这种自带车轮的移动养鸡大棚 前面安装有一个轮子 它与车把相连 车把控制车轮的方向 后面安装有两个轮子 需要移动的时候 只需将所有轮子摇起来 使其处于可移动状态 推着往前走 就可以轻松转场 这种养鸡模式就像放牧一样 几天换一个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就停留几天 从这个案例中 给我们带来几点重要的思考 第一点 像这种移动养鸡模式 与工厂化的养鸡模式相比 不管是鸡肉 还是鸡蛋的品质 在市场上都非常具有竞争力 自然也能卖上高价钱 做差异化农业 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新农人们务必重视 第二点 如果你在市郊有一处农场 不妨打造一些这种移动式的养鸡大棚 可以向城里客户提供养鸡租赁服务 或者带养模式 客户只需支付一定的费用 到时候就能将鸡蛋合鸡带走 第三点 借鉴这样的模式 返乡创业的兄弟们 如果你有一块空地 不妨搞一个这样的移动养鸡大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 能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我是谭谭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并转发